今天介绍一种喜欢长在岩石壁上的植物 和之前介绍过的古碎谷啊 白毛蛇还有石橄榄等等 它的生长环境比较相似 还有的不熟悉的朋友可能常常会把它认为就是白毛蛇 今天跟着我一起去认识一下 冬天了好多草呢都进入这种枯萎的状态了 这如果是夏天的时候来 那这个草很生啊都不敢冒然靠近 我现在正在奋力的和这些藤蔓拓斗争很会勾人 那大家看这里面绿色的这一个呢 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植物了 它非常特别因为它在冬天呢是不会落叶的 它的学名叫日本水龙谷 为水龙谷科水龙谷鼠里的一种 这种植物并不是随处可见 大概要海拔150米到2300米的这种树林中 附生于像江子的大的老树上 或者是附生于原石壁上 是一种多年生的附生草本植物 它的叶子是这种圆生的叶柄的很长 叶片薄纸质 叶子是这种软状披针型 或者是长椭圆状披针型的 叶子背面经常有这种圆圆的包子男裙 这个呢其实就是它的种子 成熟以后就是这种金黄色的 它的植株呢一般不怎么高 大概只有10到40厘米左右 它的这个根状披针和中草药白毛蛇的根状披针 长得有点相似 都是这种横生的 而且它的根部呢经常有这样子分叉 如果没人采摘过的地方 那个死壁上经常可以长成一片 它的这种根状披针呢很脆 轻轻一掰就断开了 根状披针和白毛蛇一样呢都是一种药材 之前我有个朋友医生给他开的药方呢就是要这种水龙骨 但是他对这个并不熟悉 于是他就买错了买成了白毛蛇 大家看这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白毛蛇 它们的叶子并不像 但是根状披针却有些相似 不过白毛蛇的根状披针上呢经常有明显的白色龙毛 两者的作用不同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认错了 其实只要有仔细看呢很好辨别 日本水龙骨它这个根状披针呢 新鲜的时候是青绿色的 表面光滑或者是经常备有这种白粉 再一个就是它的叶子的 和白毛蛇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叶子看着绿油油的特别好看 因此呢也有人把它拿来当特色的盆栽 拿来种植 把它绑在树干上或者甲山的石头上 它就能生长了 如果是夏天向阳的地方太阳一直晒 那它就会落叶了 然后等到天气冷的时候呢 又会重新长出叶子来 它的分布非常广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呢均有分布 在你们的家乡可曾有见到过这种植物呢 你们那是怎么称呼它的 欢迎朋友们一起留言探讨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朗朗 我们下期再会